K-POP正在试图建立全新的全球女团格局 9月16日深夜 来自韩国K-POP头部娱乐公司HYPE 环球音乐旗下Gavin唱片 联手推出的首个全球女团选秀了Debut Dream Academy公开了首轮投票结果 来自斯洛发克的练习生Edella 日本练习生Hinari在首轮淘汰 值得注意的是 位于前六名安全位置的练习生中 均为有色人种 韩国练习生Neoing共计获得超过10万票 位居第一 菲律宾练习生Sophia获超过9万票 位居第二 而巴西练习生Samar则以百票差距 位居第三名 印度裔美籍练习生Laura则为前六名中 唯一美国本土练习生 这一由全球粉丝投选出来的排名 也是参照20位练习生 此前所公开的任务视频为参考一句 不仅包含四人一组 翻唱 翻跳当红女团 音乐人作品 还以展现唱跳 rap等个人实力的solo环节为参考标准 据韩媒报道 通过第一轮任务的练习生 也已经来到hype本部 进行围棋一个月的系统训练 体验纯正的K-pop练习生陪身体系 并开启第二轮任务准备 这一极具开创性的全球化女团 无疑是向全球乐坛注入了 K-pop与欧美乐坛吸手实验的新活水 美国女团 韩国造 把时间拨回2021年 彼时 hype和Gaffin在韩国 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启 La Debut Dream Academy全球女团海选活动 最终 共计超过12万人报名 并在今年9月 才正式公开进入决赛圈的 20名练习生 双方也在美国合资成立了 HypeX Gaffin 简称HXG 唱片公司作为该女团之后的运营方 而这种竞争率高达6000比1的上进公开标准 也是韩国练习生体系中最常见的出道后补选拔模式 一般情况下 如若想要走上K-pop偶像的道路 往往要经历面试初选 集中培训 比赛选拔三个阶段的出道准备 在通过海选 DM等方式合格后 会被收为教育生 这一时期 公司也会通过教授唱跳来观察 练习生的可持续发展性 以此作为判断能否成为练习生的考核标准 在练习生阶段 除了唱跳外 语言 演技 上进管理等也成为学习课程 并以此作为某一出道组合的未来后补 进行定向培养 据官方公布信息显示 此次候选练习生 便在美国接受了一年左右的集体培训 与此同时 部分经纪公司还会为出道组预热 准备真人秀节目 以直播 分歧比赛的形式 投放到大众市场 作为初期检验 来判断这组偶像被接纳的程度 当然 练习生的出道与否 除了交由大众投票决定 也同样由导师组来负责指导 择选 而通过真人秀来选拔练习生出道的形式 也是K-pop最为常见的运作 等于是将练习生投放到大众市场上 提前验收 诸如Produs 101开启的101系选秀 而这也正是Gavin的拿手好戏 早在2022年 Interscope Gavin AM便与YG娱乐合作 成功助力Blackpink登上Billboard 200一位 并在美国成功举办体育场 级别演唱会 且在美国流媒达到360亿 而这也正是hype在海外市场所欠缺的本土优势 长远来说 这也是两者的优势互补 这支全球化女团的基底 也在美韩娱乐巨头合作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 Happy Gavin也指出 多样性也正是这支女团的独特亮点 同样的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历 也会对音乐产生影响 曾为Cancel创意总监 担任此次女团企划创意总监的 Humberto Lian提到 她曾参与跨种族青少年乐队了 Linda Lindes单曲成长MV拍摄的履历 也间接促成了 其参与这次女团的运作 在她看来 这次企划是极为新鲜的尝试 我试图再次展示东西方的相遇 在采访女孩们时 她们谈论了很多关于自己的文化 传统 环境的问题 她们真的有在考虑世界的走向 必须要去了解什么 将这些融入到服装和发型中 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肉眼可见的 印度艺恋习生的额尚提卡 眉心 鼻环 便保留在了装造上 另一方面 这一女团真人秀项目 也入驻了hype旗下粉丝 社交平台wevers 不管是选手日常 还是粉丝投票 均在此平台进行 这也是依靠wevers本身 所聚集的粉丝量 形成天然的订阅度支持 除此之外 TikTok INS YouTube等社交媒体 也进行了同步运营 通过全举阵模式 开发潜在粉丝 并与粉丝形成紧密连接 该模式也参考了hype 曾在BTS NHIPM等偶像上 在社交营销的成功经验 此外 环球音乐旗下国际部 也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交平台举阵 也同步提供传播 比如在中国内地的微博 微信等平台上 均为其所造势 而Netflix也包揽了 这一女团的视镜 训练直到诞生的所有过程的纪录片制作 并将于2024年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K-pop方法论 在欧美市场的试水 已在悄然开展 几乎是同一时间 JYP娱乐与环球音乐旗下Republic唱片 在北美地区所合作的美国女团选秀 A2K已进入前期收尾阶段 目前共有10名练习生 得到出道后补名额 已来到JYP韩国本部进行训练 而SM娱乐则另辟蹊径 与索尼音乐旗下 拥有Go Your Cat 沙等著名歌手的RCA唱片合作 共同运营旗下新人男团Rees 这也是K-pop组合 在正式出道前 就与美国唱片公司签约的 罕见例子 可以说 在BTS Blackpink之后 K-pop的系统造型策划能力 正在与欧美市场尝试融合 或许也将为今后音乐行业带来不小的全球化冲击 为什么要打造欧美本土版Blackpink 回到当下来看 K-pop的关键是依靠经纪公司 来以小组项目制的形式 推出偶像产品 从名字的含义 成员的选拔与培养 世界观构建 社交媒体营销等 一同并行 而这也是欧美市场所欠缺的 具有成熟商业化的偶像练习生体系 尤其在近些年的美国市场中 本土男团 女团处于空缺状态 难以再出现如One Direction Fifth Harmony Little Mix等 攻占年轻群体的现象级偶像 而这一市场环境 也成为了面向全球化的 K-pop偶像的驻扎时机 而借由反映年轻人态度的歌曲 装造 以及YouTube Twitter等社交媒体 BTS Blackpink也在欧美收割大批粉丝 并在多个排行榜上榜上有名 甚至一月创下多项记录 微包便提到 这些K-pop偶像的歌曲 带给了年轻人无隔阂的亲近感 吸引了大量核心粉丝 这也为欧美唱片公司 带来了新另一种思路 即借用K-pop这种融合时尚 朗朗上口的旋律 并独式传播的舞蹈 视听效果完美的舞台 社交媒体等内容 打造偶像的培养方式 复刻为本土化的偶像组合 此前 英国Front唱片便率先投入其中 为了对抗K-pop的侵入 该公司在2020年推出了 欧洲首个K-pop风英国女团Kachi 其装造 歌曲 MV完全仿照K-pop流行的口味 但很明显的是 缺乏表情管理 团体舞蹈声疏 团队意识不强的 非练习生培训模式下 半成品依然难以达到 具备练习生体系的培养水平 Kachi在MV中的表现 也被指出 极度不自然 颇为照猫画虎 而这只组合出道 也确实未能成功 但这并不意味着 欧美市场便未有他法 作为全球最广阔的音乐市场 自身所具备的资源优势 也是K-pop市场有所欠缺的 如上文所述 Defin作为带领Blackpink 在美国市场 开疆拓图的工程 也同样拥有 传统唱片公司 所具备的运营经验 诸如国际资源整合 专业化的营销战略等 相比之下 欧美音乐市场的RR 则是将更多的重心 放在人才的挖掘 音乐的制作上 不过也正是因此 其与K-pop培训系统 也有一个共同的核心 那就是发掘人才 归根结底 都是要打造出 被市场接受 不被轻易淘汰出局 具有可持续性运营 可能性的明星艺人 挖掘出 可以创造市场价值 且获得商业成功 比如此次女团企划的 最终20名入选者 便是由HXG总裁Mitra Derab InterscopeDefin AM总裁Tom March HXG创意主管J-In 等组成的专家小组 参与决定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的K-pop歌曲制作系统中 欧美制作人 即便五家 帕尔等 越来越多 在K-pop偶像的幕后存在感 大幅提高 大量热门K-pop歌曲 出自欧美音乐人 所组成的Sung Camp 辞取创作营 比如创下本10年 韩国solo歌曲 最多一位记录 哈蒂版Eway的田国 solo出道单曲 Seven 便是由格莱美奖 获得者Andra Watt 主导的全欧美团队包办 而F A-Spa等当红组合的 热门单曲中 也不乏欧美音乐人 占据主导位置 在经受过K-pop偶像 歌曲制作的洗礼后 欧美本土音乐人 无疑是掌握热曲配方的 一者 当然 国际化的偶像组合 也是K-pop 急于开拓市场的 必经之路 从行业角度来看 海外消费者 无疑是K-pop消费的 主要用户 而欧美市场 也正处于良性开垦状态 数据显示 仅今年上半年 K-pop唱片出口 便再次创下新高 据韩国关税厅统计 上半年总出口额 超过1.3亿美元 日本 美国 中国为三大出口市场 不过 即便出口量走高 但整体上 在主流音乐市场 包括美国 K-pop增长率 实际上正在下降 方石在此前 接受CNN采访时 便提出 在全球范围内 K-pop并没有占据太多市场 在他看来 拉丁音乐 非洲音乐的发展 非常迅速 因此我们增加曝光率 就更紧迫了 他也强调 以全球化战略为重的 K-pop产业创新 具有必要性 K-pop产业 已经出现了放缓的迹象 全球化 是应对危机的必要条件 这并非虚言 2022年 K-pop在Billboard Hot 100排名 较至2021年 减少了53% 随着BTS部分成员入伍修团 K-pop本质上 依然是BTS大于整体 即便是今年Hype推动17 Tomorrow X Together 来填补男团空位 但在欧美市场效果并不显著 Billboard Hot 100意味 仍然是BTS BTS成员达成的独一份成就 比如BTS成员朴志明 田国便接连创下 Billboard Hot 100意味记录 也是继塞之后的 新Solo歌手入榜记录 时至今日 如方式形容 K-pop要做全球流行文化的 领土的目标来看 Hype与Gavin的此番合作 可谓拯救K-pop的新尝试 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结语 La Debut Dream Accorded的推出 无疑是将K-pop与美国主流音乐 进行了深度捆绑 也标志着 两者将不同市场上的优势 进行了结合 是首次出现的 在艺人开发 歌曲制作层面的强强联手 当然 回溯K-pop的变迁 也能发现 日本流行文化 和美国流行文化 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模仿和追赶潮流的敏锐度 也一直是K-pop的优势 对于深受殖民历史文化影响的韩国来说 K-pop如今的全球化目标 也正是在融合之中不断扩张 因此 跨越种族 国籍的练习生 以及与海外娱乐公司 联合打造国际化女团的战略 也是K-pop所乐意看到的文化 多样性背景下的去国籍氛围 及最终要产出的 是凌驾在所有文化之上的 无关人种 多元化 且具有流动性的偶像团体 说白了 便是在去国籍的国际化状态下 取代具有敏感文化标志的偶像 来达到真正的全球化开花 正如张詹妮克所言 Haggy Gaffan的此番女团企画 是具有首创性的尝试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海外娱乐公司 寄希望于以真人选秀节目 全球观众投票检测练习生是否具备出道资格 市场欢迎的逻辑下 K-pop方法论的优越性是否会水土不服 仍然需要打个问号 排版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